还有好多种光,差异仅在波长,只不过范围极广。 例如,红外线, 赫雪尔发现的光, 或是X射线, 无线电, 加码射线。 这不只是用不同方式看同样的东西, 这些不同种类的光, 揭露了宇宙中不同的物体和现象。 例如,我有透过加码射线, 我们才可看见遥远星系的神秘爆炸, 否则我们就错过了。 而透过微波, 我们可以一路回到起点, 看见宇宙的诞生。